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来到一轩格牡丹专栏课堂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节课把这幅作品呢,给它补充完整 现在侧面的花冠已经画出,我决定呢 我决定呢,在左上方来加一个半开的花朵 那么我们把镜头拉近 首先,我们来调好被用的太白色 首先呢,我们决定在左上方还是画出一朵二桥牡丹 才开始,我们顺着这个下面大牡丹的颜色来调 太白,三青 然后来加上玫瑰 再来加上胭脂色 我们现在呢,来画一个大花瓣 朋友们这时候要看毛笔上的用水情况 颜色是否过干,或者水分太大 我们才开始调颜色 宁可毛笔上水分不大,少画两笔 也不要水分过大而多画几笔 到时候水分不好控制的话 直接影响质感容易画活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现在 老师手上这个牡丹花瓣的质感 来判断自己的水分是否过大 而来对其进行调整 我们打这个花架子呢 要彻底明白我们画的是哪一部分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穿插 把这些掌握住之后 我们可以如果说运笔不到位 可以练习运笔 或者是说有些地方啊 我们发现问题所在 然后马上找到原因 把该解决掉的问题啊 就要第一时间就要解决掉 而并不是说是我凑合着往前走 我还是说比较混乱 叶子没弄好 运笔不会运笔 调色不会调色 我们呢要主抓 重点要把自己想解决的问题 第一时间排除掉 接着呢 我拿毛笔 颜色已经变重 我另换了一根毛笔 我现在呢 决定来画这个二桥 所以说这个颜色啊 已经发重 就是我们刚才调的那个颜色 毛笔上 调上这个玫瑰 然后笔身呢 过度属红 切记属红不能水分过大 如果说水分过大的话 干之后呢 则会造成花瓣暗淡无色 所以说大红色不同平常色 我们要注意这几点 要到时候可以对自己的这个花冠呢 来进行调整 我呢 我拿笔尖来挂上胭脂 然后呢 在花心处来做个强调 把它的层次打出 现在呢 画到这种状态呢 我们还可以加 但是呢 尽量要控制住自己啊 不可把这个花光画得太大 我们之前说到布局 虽然说是插在花瓶里的牡丹 但是呢 尽可能的来给它也进行 一个花光的合理布局 好朋友们 我们看看整体画面感 立体感非常的强 我们计划呀 在下方啊 来画上大花瓶 所以说 整个左边呢 我们之前提前做画 还想加上一朵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再来添一朵 但是呢 我们之前在课上讲过 布局的时候 切记成一条直线 那么 如果在这儿加的话 我们就来加一小朵 不可加得过大 那么过大的话 很容易就会造成 视觉上 存在有一条直线出现 那么我们接着 把镜头拉近 咱们在这个左下角啊 再加上一朵 然后这个颜料 我们准备好 毛笔上 沾上太白色 太白不要过于浓厚 我呢 虽然说没有把太白 调好备用 但是呢 这个毛笔 沾的颜料 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 我们还可以 再来水里头 把笔尖的太白色洗掉 所以说 通过我们认真的 看课程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个关于如何加水 如何来沾色的方法 的确是很多 那么我们既然学习了 就要灵活运用 不要硬记死记 下面呢 我决定来画一朵 面正面的 而且是包心的花冠 我们刚才调好颜色了 这个呢 是太白 鹅黄 然后呢 笔尖加了鼠红 既然我们像 让它把包心这种感觉 画出来 那么可能呢 我们这个翻卷花瓣 就为其要收的烧紧一点 就像小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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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